徐扬进入魔狱所遇见的魔狱四天王之首 焚天神鸭 最终结局如何 而根据炼气十万年线阶段的剧情 徐扬预见了想要飞升仙界的巫老 不过这其中的首长老为了自己的一丝之欲 竟然是直接将其余四位老人的神魂直接炼化 从而召唤出了焚天剑 而他这么做的目的 实则就是为了能够灭掉天兰宗 除此之外 这是为了能够利用此剑 劈开登天之路飞升成仙 然而这些小把戏 在徐扬的眼中却是如同渣渣 一直到召唤出焚天剑 掌仙老二话不说 一剑就劈向了徐扬的飞船 但奈何他还是低估了徐扬的强大 并且让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如此强大的一击 竟然被徐扬一个手指挡了下来 随后的徐扬只是简单的一击 竟然将掌仙老 打得想要回家找自己妈妈 然而此时的他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之后呢 徐扬为了搞清楚这其中的来龙去脉 于是决定进入魔狱当中 当然在进入魔狱之后 竟然发现了大量的魔器 不过没想到 这些魔器和徐扬的亲和度 竟然非常的高 而就在这时竟然出现了一个魔族的大佬 而这个大佬就是 自称魔狱四天王之首的焚天神鸭 并且他还在徐扬的面前夸下海口 倘若徐扬惹他生气 那么他随便一口气 就能够毁灭整个修真界 让徐扬也不复存在 然而没想到打脸却是来得如此的快 只见他话音刚落 就被徐扬一巴掌打得乱叫 甚至于还被打回原来的形态 而直到此刻 他才认识到了徐扬的强大之处 不过呢 徐扬却是发现 这个小东西竟然能够飞行 于是徐扬就直接将他收为了宠物 至此 徐扬也算是能够真正的凌空飞行 那么小伙伴们 对此你怎么看呢